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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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今天教育部是放任不管 讓招得到學生的學校 繼續操收不增加老師 甚至看老師 招不到學生的學校自生自滅 最後讓老師失業的學生強迫轉學 我們要呼籲這樣的一個問題 明明是應該要改善 也可以改善的 教育部長吳思華他到底有沒有應有的作為 這個作為也嚴重影響我們的 技術教育的品質 他到底會採取什麼樣的動作 針對這幾個學校的個案 提出的陳情他們會不會有回應 我們會繼續來觀察 繼續有抗爭的行動 我在這邊要特別從 工會的角度要來請教 吳思華部長 那難道你要真的成為一個台灣 技職教育學電化 專業教師儒工化 以及整個台灣服務產業 基礎產業崩壞化的 所謂的推手跟殺手嗎 那剛剛講併班授課 我們的那個學生 他們畢業的時候 可能因為學分沒有過 要開鼠修課 那鼠修課呢 學校他考量說 你可能一個人可能兩個人 我沒有辦法開班 那我要讓你畢業怎麼辦 就一個名義就是說 讓學生可以順利的修到課 但是一位老師 比如說他的電子電路學一 電子電路學二 日間部的電子學 跟夜間部電子學 合起來總共有十幾個 好那就找一位老師來上 同一個時段 同一個教室 那這樣來講 對於學生的那個 授課內容來講 沒有辦法去按照他們 應該有的一個程度來進行 那是不是損害了學生的授教權 因為他們在第一次學習的時候 已經有碰到一些困擾 那在第二次學習的時候 他碰到這種情況 他只有睡覺 要不然就是玩手機 這種情況都來 那學生就變成沒有辦法專心 在他的程度範圍內 做好好的學習 這個是目前我們學校的一些狀況 那包括未來 六十個學生 如果真的招到一班裡面 我不知道要怎麼去教學 因為以我們系上來講 沒有這樣的教師 後面的一些學校 後段班的一些學校 那等於是一些照正比較不好的學校 他變成的問題是另外一回事 對不對 但是怎麼要把他關起來 要關得漂亮 關得大家都 你老師也好 怎麼去做安置 老師喔 基本上也是一樣 他也是收購很多的一個 找出很多的一個教育資源 最後的話好像 學校就把他去 學校也好 或者整個這個 政府單位 就把他放在那邊 當垃圾一樣嘛 因為我這個 臂子我一口不擠 就好像我們這個 玉台也是類似這種心態 也就是說 假設你有能力去教別的系的 沒有課 但他故意說不給你 而且給堅任的老師 我不給你 把你當作一種 不比那個吃等的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所謂公民 還來不及 他對教練老師還好一點 因為教練老師你給他聘書以後 你要幫他擺課 教練老師的話 你給他聘書以後 他就是說 依據這個 他的安置辦法裡面 你沒有課的話 就是要給你值錢 那這個辦法當然就是他 你帶了一個 基本上也就是 只要行政單位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思路 把他通過的嘛 因為你這個 私校的話 很多的一個組織 通常都是 基本上就是學校 在運作的啦 你說裡面的幾個委員 然後什麼什麼 這一些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 這樣的一個運作模式 那所以這種方式的話 就基本上就變成一個 這個有能力的 或者什麼 這個強勢的 就好像就 教育部不管 最後的話是 學校自己去負責 學校誰在負責 最後就丟給學妹的老師 那你招生不好 難道是老師的責任嗎